民众饲养养物的比例逐渐增加 民众的数量却逐年成长 在2017年达到了251万只 相较2015年成长了10个百分比 那人们对饲养宠物的意愿也增加 为了因应此现状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餐厅设计为宠物餐厅 为那些想养宠物而不能养 或是单纯喜欢宠物的人带来疗愈的场所 那另外近几年兴起了社群媒体的热潮 途上是社群媒体Instagram的用户也迅速的增加 那用户不仅可以藉由Instagram分享交换意见 也可以提供相关产品的体验经验 并且透过网路获取资讯 那像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也都开始在家里进行会议直播 以及网路购物等行为 这些也都会增加了使用网路平台的机会 那很多店家会选择使用Instagram 做网路行销及经营品牌形象 因此本研究将探讨Instagram 使用之动机理由等 对消费者前往或得知宠物餐厅的影响 那今天在文献回购的部分 大概两个部分 首先是宠物餐厅的部分 那宠物餐厅是允许名称 用攜带自家的宠物进入餐厅 一起用餐 不同于一般餐厅限制宠物进入的规定 那我们有根据我们收集的资料 为宠物餐厅进行一个SWAT分析 首先我们认为宠物餐厅的优势是有 店狗或店猫作为餐厅的招牌 提供毛小孩的餐点及专门的用具 顾客群同为是喜爱毛小孩的朋友 可以相互交流 劣势的话是环境的卫生保持比较困难 餐厅需要提供比较大的活动空间 让毛小孩可以活动 平均的消费会偏高 机会是小子化及不婚人口的比例增加 饲养宠物的民众也逐渐增加 容易吸引有饲养宠物的民众前往消费 威胁是同业之间的竞争激烈 经济不解引气容易影响民众前往消费的意愿 那接下来是Instagram的使用行为 那使用Instagram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上传照片跟影片 跟其他的用户分享及记录生活 非常生活化且具有及时性 使用Instagram原来已经成为年轻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Instagram也是一个重要了解娱乐资讯的广告 因为很多艺人明星名人都会拥有自己的Instagram帐号 在上面分享生活跟粉丝互动 拉近彼此的距离 Instagram的用户有非常的多 所以它具有很高的触及率跟曝光率 很多商家都会在Instagram上面经营账号 提供消费者打卡标记 透过用户之间的彼此分享来达到广告的目的 再来介绍的是研究方法 第一种是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目前调查业中最被广泛使用的调查方式 那本次研究采取的是网上访问室问卷 来作为收集的资料方法 那网上访问室问卷是在网上 网路上制作 然后经由网路透过进行调查一种问卷类型 那此种问卷类型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可以便可以大量取得资讯 因此本研究采取此种问卷方法 第二种是叙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者可以透过对数据资料的图像化处理 将资料摘要变为图表 这样可以更直观了解整体资料分布的情况 那本次研究将使用圆柄图 还有直方图来呈现问卷结果 第三种是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是建立在纵向分析法 和横向分析法的基础上 那本次研究将使用SPSS来交叉分析出 人口背景影响宠物餐厅消费者行为 与Instagram使用行为之关联 再来是我们的分析结果 根据本研究问卷调查的结果 在问题一天花多少时间 在Instagram的问题结果调查上 回答一小时至四小时的人是最多的 再来如何得知宠物餐厅资讯的调查结果上 选择网路宣传的人占了68.5% 另外还有使用Instagram目的调查结果 选择分享生活还有关心朋友 或是寻找美食的人是占了大多数的 最后找美食或浏览评价 比较会想要使用Instagram Facebook 还是其他网站的调查结果 回答Instagram的人占了62.5% 那根据以上问题的结果 可以推论出许多人可能是经由观看朋友的生活 然后追踪喜爱的账号的相关贴文 或是Instagram的广告功能 来获得宠物餐厅的相关消息 然后再进入搜寻功能 去搜寻宠物餐厅的官方网站 或是相关hashtag 来获得宠物餐厅的评价消息等等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交叉分析的结果 那第一个交叉表的话 我们是依年龄分布分析 社群网站的使用偏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选择以Instagram的作为媒介的人是最多的 然后所有的年龄跟21岁到25岁 选择Instagram的人也都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去过餐厅的人 可能大部分都是经由Instagram的打卡 或是餐厅宣传及评论 来得知宠物餐厅的资讯 然后进而到宠物餐厅做消费 那第二个交叉表是 以我们刚才叙述性统计分析的 如何得知宠物餐厅的资讯 还有一天花多少时间 在Instagram上做交叉分析 那我们可以看到 亲友告知网络宣传 还有网络评论占了大部分 然后这些人也大部分都是 一天花一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在Instagram上面 所以我们推论出 可能是借由同样使用Instagram的朋友 发文分享或是在这个平台上面搜寻 进而产生想要前往宠物餐厅消费 或是体验的念头 那我们最后一个交叉表的话 是如何得知宠物餐厅的资讯的网络宣传 和比较喜欢使用Instagram的理由的交叉表 那我们可以看到 喜欢分享观看限时动态 然后使用操作简单 跟App设计简洁这三项 跟喜欢hashtag关键字功能 比起来的话有明显的差异 所以呢我们建议想要发展 网络行销的宠物餐厅业者们 可以打造一个创造话题的hashtag关键字 跟店家最新的动态做结合 来引起消费者的关心 然后增加曝光率 那根据研究结果来看 我们认为去过宠物餐厅的人 大多是透过使用Instagram的过程中 看到网络宣传或是朋友分享 来得知宠物餐厅的消息 那其实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网络平台 正在兴起 未来也可以就是尝试结合不同的网络平台 来达到更好的网络行销效果 以及增加与顾客之间的互动 那以上是我们参考资料 我们的报告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